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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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巴表现出想要离开嘉行的意愿 嘉行在警告 而当时骂的最多的白眼狼 如果是为了炒作 赤黑点无意盖黑 如果是热巴要离开 通过引导舆论施压 完全符合嘉行利益 接下来因为周一上班 有些事情我可能错过了 具体时间不记得 迪丽热巴粉丝单条热搜 几乎可以排除炒作可能 出钱买这种单条热搜加行花钱打自己 怎么可能 这种没有任何人能捞到好处 粉丝不是艺人 不在乎大众怎么看 所以为了条热搜 买单的只能是热巴 至此没有想到其他假设 之前想到尚未排除的只有热巴要走 那么挖角还是单飞 挖角方不用出手维护热巴 接下来看到股份转让消息 合理合同道期离开 股份转让两种可能 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义 这里假设热巴合理关系 好 得不只是同事啊 而是朋友 理合同道期建议热巴离开出去一起闯一闯 热巴思量之后决定完成手头的枕上书离开 大股东收到消息 转让股份止损 加行贷警告的敲打挽留 引导白眼狼舆论施压目的太过明显